一只小鸭子想跳上台阶,结果却摔了下来,四肢不停挣扎着。 三分钟前,鸭妈妈带着一群孩子震过马路,但穿梭的小车把她吓懵了。 鸭妈妈进退两难,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,有车为她停下,她赶紧带着孩子走到路边,总算是安全抵达了。 接下来的问题更大,鸭宝宝刚出生几天,他们能爬上台阶吗? 小鸭子都试图往上跳,有几只大个点的,很轻松跳了上去,最后还有五只摔了下来,又有只鸭宝宝成功跳上台阶。 剩下的孩子命运如何呢?他们是最弱小的四只,妈妈也爱莫能助。 突然有只鸭宝宝成功跳上,紧接着又有一只顺利上去,随着第三只跳上,就剩最后一只弱小的了。 他刚起步跳就重重摔下来,四脚朝天挣扎着,鸭妈妈似乎也走远了。 摄影师想帮忙时,突然他翻了个身,再次尝试后又摔下,结果他还翻车了。 鸭宝宝大声叫着,突然他安静下来,是摔晕了,还是在蓄力。 他用力蹬了蹬腿,终于他靠自己翻了身,真是不容易啊。 他叫了几声后,沿着台阶往上跳,恰好爪子勾住了台面,终于是成功上来了。 幸运的是,鸭妈妈也没走远。 眼前的鸭妈妈,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。 他正带着一群孩子爬台阶,他站在最高处给孩子们打气,很快就有四只鸭宝宝成功晋级。 然后就剩下了最弱小的鸭宝宝,妈妈嘎嘎嘎催着,因为弹跳不够还摔了下来,看了让人心疼又心急。 就在大家担心时,他终于成功跳上去,跟妈妈一起回家了,别说刚出生的鸭宝宝了,就是成年的鸭子,也经常翻车四脚朝天,另外一只同类都看蒙圈了,兄弟你的脖子怎么往后长了呀。